嗨 大家好 我是Andy 這次的影片是一時興起想拍的Vlog 跟以前的影片有點不一樣 介紹我從紐西蘭回台灣搭乘國泰航空CX-198班機 由奧克蘭機場飛往香港再轉機台北的旅程 我也是到了機場才看到原來這班飛機使用的是 Airbus A350的新機種 國泰好像從2018年才開始引進A350服務 遠途航程可以搭到感覺自己還蠻幸運的 飛機的外觀曲線平滑富有現代感 而國泰的墨綠色在這種灰灰的陰天也顯得沉著穩重 看起來非常漂亮 所以從小是飛機迷的我當然開始狂拍啦 來回的機票3萬塊台幣大約1500牛幣 算是有點買貴了 Anyway這班飛機非常的擁擠幾乎客滿 就定位起飛前空服員就拿菜單給我們看看等一下要吃什麼 其實經濟艙也不用多做什麼選擇 反正就能填飽肚子就好 然後我看到椅背上的螢幕還有它的置物甲感覺都設計得非常別緻 所以不知不覺就開始玩起來 我們會飛過塔斯馬尼亞海峽在紐澳之間 印尼群島菲律賓最後來到香港 十個小時的航程 好久啊 整體來說機艙內非常新非常漂亮 在一陣滑行之後我們就準備飛向天空囉 掰掰牛西蘭 我們2020過年後再見 跟星雷又不見 好幾乎 一起跳 好幾乎 做飾 好幾乎 好幾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飞上云端之后空服员就递给每位乘客一包小小的化身 还有服务我们酒水 然后我就开始配起电影 是不能说的秘密 虽然很老但是我还没看过 下午三四点我们在云端开始吃起了午餐 我点的是鱼柳跟马铃薯 它的沙拉老实说真的不好吃 然后它的餐包也冷冷的 附上了一个黑巧克力 然后这排的冰淇淋吃起来就真的普普通通 有一点死甜 老实说有东西吃其实就还蛮开心的 但是我旁边这位乘客他似乎有点不开心 因为他点不到他想要吃的牛肉 所以他跟空服员大发了一场脾气 看到我有点尴尬 不知道为什么机舱里感觉非常的干燥 但是还好他的厕所里也有贴心的附赠这种 脸部保湿霜可供使用 在威灵堆机场喝了一杯咖啡 所以导致整趟旅途其实都睡不好 真正入睡的时间也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 距离降落前三到四个小时 机舱的灯亮了 大家也醒了 准备吃第二顿飞机餐 我对这次的食物非常的满意 我点的是香草炖鸡 意大利米星粉 还有青豆红萝卜 配上一大杯的纽西兰白酒 飞机飞入北半球的冬天 天色也已经暗了 在四个小时的航程过后 我们终于慢慢的接近香港 终于飞抵香港啦 看起来大家都非常的疲惫 晚上九点多的香港机场 依旧非常的繁忙 很多人忙着转机 我也不力挽 刚刚飞机上没有睡好的我 现在眼皮非常非常的沉重了 所以飞台北的班机上 我也没有多做拍摄 我很喜欢这次航程的飞机 除了唯一的败笔就是座位没有选择靠走道的位置以外 其他都还不错 好了 这就是我第一部自制的Vlog 记录飞航旅程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帮我订阅分享 或者是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